我和郭Sir談談,今天成交絕對是半日市的成交 因為大家已經放假了,明天平安夜 平日24日半日市,今天是壯正 24日在星期六,今天是全日市 成交280億,好像沒什麼動力,完全沒有買盤 日中的波幅都是100點左右 問郭Sir,今天的市況如何看?很悶 是呀,一早就預算了,聖誕節還有三日假就年假 基金經理已經去購物,去滑雪,去旅遊 哪裏還有心機跟你在這裏炒上炒下 好和淡雙方根本上沒有戰意 除非一些很好的消息,或者極度壞的消息 才會令大市出現一個裂口上升或者裂口下跌 但成交金額一定是相對比較低迷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整個大市已經可以這樣說 初步回到10天和2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再向上走的話,一定是50天線 老實說,要突破50天線,一點都沒有難度 差百多點而已 但成交金額只有280億 顯示大市動力根本不足 不過當年之,12月份暫時來說 仍然是一個先高後低 19242點 跌到17821點 今個月的波幅只有1421點 如果相對 11月有2560 10月份有4102點 今個月的波幅是小的 但剛才我提及了 聖誕節不要要求大市會有太刺激的環境和氣候 一定會比較淡靜 剩下的,放個圖和大家談一談 形態有少少 雙底的格局 當然知道 到底能否正式形成雙底 還要看看大市能否突破頸線位 上月25日的低位17613點 今個月的低位17782點 這是跨月份的雙底 中間有頸線位20272點 今個月的高位 如果市能夠慢慢慢慢走上去 未必一定要在今個月之內 一月初也可以 不要緊 能夠升破技術上的頸線位 再向上走 就是這個小雙頂 這個小雙頂是20272點 以及20173點 再向上走那些 才下回分解 其實來到現在 我用小圖來看 一度下降軌 一路走 你看箭咀就知道 一路走的 到現在來說 都是壓住整個大市 這個情況好像不妙 不過不用擔心 如果你由這個低位一直拉上來 這個形成一個短期的上升軌 其實這裏形成一個敏感三角形態 一旦大市走回比較漂亮 如果能夠試得到 19,000點以上 亦都意味著 有機會升破這裏 短期的下降軌 如果一旦突破了 大市應該有一陣比較漂亮的走勢 讓我看得到 不當然知道 成交今晚能否能夠配合 是另一件事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大市由低位慢慢慢慢走上來 可能已經有一些 相關的旗子的轉倉 甚至乎一些粉飾活動 已經先行偷步 加上 市全內地政府 可能在年底前 進一步下調銀行的準備金 令到一些 做淡的 老老實實 現在都是靠邊站 美股咬著12000點 歐洲債務問題 亦都是慢慢慢慢舒緩 歐洲央行 亦都是變相 量化寬鬆 內地亦都下調銀行的準備金 在這樣的環境 你去做淡做沽空的話 你是不是真的 真是犯錯呢 是不是 當然知道 拿著大部分現金在手的基金 會不會買貨呢 是會的 不過在現在這一分鐘 他們總有兩手準備的 我相信大試劇有突破的時間 他們買貨會買得比較明顯的 加後回來 還有三個交易 如果指數能夠走上50天線路上 第一 已經擺脫了 逐市低或者逐沉低位的形態 第二 在那一刻 只要成交金額能夠配合 指數是有機會試 19242點 如果試穿了的話 就漂亮得不得了 10月升 11月跌 12月又再升 當然 是不是這樣的話 我們要下個星期回來試資 好 看看今天有兩隻新股上市 分別編號1251的華郵能源 收市價是1.25 比招股價1.25 是升了2千 另外就是1252 中國天碎水泥 升了22% 招股價是2.41 收市價2.94 比招股價是升了5.3 另外想跟郭Sir談談一下煤炭股 1171 燕洲煤 澳洲的澳洲的子公司 和當地上市煤企合併 也將會取代澳洲上市的煤炭公司 GCR 澳洲上市的地位 今天股價也有彈升 一起看看收市表現 先看見 燕洲煤收升 1.04 升了1.04 收補16.74 中煤能源 都升了3.5% 收補8.67 神華升2.3% 34.6 恆鼎都升3% 做2.36 而手礦資源 收補2.73 都升了1.5 煤炭股 今年 應該說 燕洲煤這次的交易 問一下郭Sir你的意見怎麼看 是看好的 最低限度未來的產量 可以是倍增的 當然 最重要就是 燕洲煤本身 以往績來講的市盈率 都是單位數字 是8倍的 早上也有位家庭觀眾問過 其實我的意見就是 一旦成功突破了一個星期來的高位 16.46 目標一定是值18元的頭 如果這一分鐘不介意 少少反復 都仍是可以再買的 好 見到今天就是 中梅能源1898 都是藍籌股裏面表現最好的 謝謝郭Sir 麻煩你也申報一下 剛剛講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郭Sir你也說一句 聖誕 不要快樂 開心 沒錯 拜拜